猪牙风波 球球今天怎么没来上学 听说他好像是生病了才请假的 生病了 严不严重 大家放学一起去看望球球 是你们 球球 听说你生病了 我们来看看你 谢谢你们 球球 开心点 你看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巧克力 不要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原来你是得了蛀牙 怪不得看见巧克力就像看见鬼一样 张嘴 让我瞧瞧 还真的好严重 球球 你是不是平常总喜欢吃一些含糖量很高的甜食 像巧克力 糖 饼干之类的 怪不得 小朋友吃太多甜食是很容易换蛀牙的 球球 是不是很痛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可真是要人命 现在我连喝口水都疼得要死 球球 这么严重的蛀牙需要进医院补牙的 我不要去医院 球球 你这么严重是一定要去医院的 这个球球 这个球球 既然你不能吃这些甜食 那也不能浪费了 不如我来尽你分担吧 赶紧把它拿走吧 先吃哪一块好的 好痛 好痛 小葵花 你干嘛 小朋友吃太多甜食是很容易换蛀牙的 你今天已经吃掉一块蛋糕了 不能再吃了 球球就是一个例子 你不想也变成他那样吧 不要 那就对了 以后每天只准吃一块巧克力 就一块 难道你怎么吃呢 你也想得住牙 那好吧 终于可以睡觉了 小叶 你还没刷牙 怎么就躺到床上去了 我早上已经刷过牙了 你早上还吃饭了 你干嘛还要吃晚饭 快去刷牙 姐姐 我不想刷牙 小叶 小叶 小朋友 一定要养成早晚都要刷牙 并且饭后经常漱口的好习惯 这也有助于预防蛀牙 我今天就是不想刷牙 不想 我睡觉了 你 球球回来了 你们在聊什么 球球正在跟我们讲他去医院补牙的经历 医生拿着一个尖尖的钻头 还会发出恐怖的滋滋的声音 在我嘴巴里钻来钻去 把我的牙齿都钻开了 听起来好痛 因为我的猪牙很严重 医生还要在嘴巴里打麻药 有这么粗的钻管 还要在嘴巴里面打着 好吓人 还好我比较坚强 要是化成你 恐怕早就吓得哇哇乱叫了 求求你吹牛 昨天听说要去医院 还吓得躲到我身后 我说要去医院补牙齿 好 你 同学们 明天学校要组织检查牙齿 大家今天晚上不要忘记好好刷牙 好 还好我已经看过牙医了 如果我也被检查出用蛊牙该怎么办呢 不要啊 我可不想像球球那样得住牙 去医院好恐怖 牙医院好疼 牙齿好痛 糟了 我是不是得蛀牙了 不要 好痛 小叶 你有什么事吗 小桂花 是不是喝凉水 牙齿痛就是得蛀牙的征兆 没错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什么引起的 不会 肯定是蛀牙 这下完了 小叶 怎么了 爷爷 得蛀牙会很痛吗 那是当然了 不过小叶只要坚持刷牙 少吃甜食 就不会得蛀牙的 爷爷 你帮我看看 我得没得蛀牙 好像没有 不过 没有 太好了 我没有得蛀牙 不过爷爷眼睛花了 看不清楚 小叶进去有一会儿了 怎么还没出来 我得蛀牙 怎么样 医生说 我得了蛀牙 好了 小叶 你的蛀牙已经都治好了 小叶 以后一定要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好习惯 定期做牙齿检查 还要少吃酸性刺激性食物和过于坚硬的食物 睡前也不许吃零食 最后不要吃太多甜食 怎么 你还没吸取教训 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我现在就把它送给爷爷去 小葵花安全知识开讲了 我有一把小牙刷 每天早晚都刷牙 糖果饮料吃得少 爱护牙齿没蛀牙 牙医检查把我刷 张开嘴巴笑哈哈 好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小葵花舞台就到这里了 下集见